悟空体内的赛亚人血脉终于爆发了 凭借一招天地贯穿拳 直接贯穿了比克大魔王的身体 就在刚才比克大魔王凭借一招电光眼 成功将悟空的一条腿打伤了 随后又拿出八成的力量放出大波 巨大的蘑菇云威力堪比三颗原子弹 此时的比克大魔王无比的开心 认为悟空已经被自己的大波炸死了 突然比克大魔王一副大眼瞪小眼的模样 只见比克大魔王的上空有两道身影 原来是天津犯用悟空术救下了悟空 看到这一幕的比克大魔王气炸了 但是天津犯也因此达到了极限 身体已经没有任何力气进行磨动 比克大魔王看到这情况心情好多了 坦言悟空带着一个累赘不可以打赢自己 说完比克大魔王再次凝聚剩余的力量 但是比克大魔王每次凝聚力量的时候 都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蓄力 可没想到悟空并没有看着而是快速上冲 这是动漫界中第一次打断别人的施法 只可惜悟空的实力实不存一 导致比克大魔王的蓄力没有被终止 身上依然散发着一层金色的气场 反观悟空因为一条腿受伤无法移动 比克大魔王抓住机会再次放出大波 这一次没有了天津犯的帮助 悟空没能躲开直接被正面击中 又是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出现在天津 反观此时的比克大魔王已经累得不行了 悟空所在的位置已经变成一个大坑 有了前车之鉴比克大魔王不敢大眼 看了四周又看了天上都没有发现悟空 比克大魔王终于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可突然比克大魔王无比的惊恐 只见悟空抓着金斗云从大坑中飞了出来 很快悟空就来到比克大魔王的面前 原来是因为比克大魔王的实力实不存一 这才让悟空被大波击中后没有领和范 可见悟空和比克大魔王熟强熟弱已经明了 比克大魔王也知道继续打下去 自己被悟空打败是迟早的事情 于是比克大魔王不讲武德抓住了天津犯 用天津犯来威胁悟空 只见比克大魔王威胁悟空不能靠近自己 否则就会把天津犯的脑袋捏爆 面对威胁悟空虽然很不甘心 但是为了天津犯的安全悟空还是妥协了 卑鄙的比克大魔王用石头打伤悟空的手臂 随后又用石头打伤悟空的另一条腿 两条腿都受伤的悟空最终无法站立倒下了 可以说比克大魔王手里的天津犯 就是自己打败悟空的筹码 可没想到比克大魔王却把天津犯放了 原本有着一副好牌却被打得稀巴烂 随后比克大魔王飞到上空 打算用剩余的力量将悟空消灭 说完比克大魔王从天而降朝着悟空冲来 悟空见状将所有的力量全部凝聚在拳头上 随后悟空将拳头对准地面 瞬间施展龟派气功让自己冲向比克大魔王 紧接着悟空便收起了龟派气功握紧拳头 比克大魔王见状凝聚力量从进攻变成了防守 可就在这时悟空突然觉醒赛亚人的力量 大猩猩的虚影直接击溃比克大魔王的防御 原本昏迷的天津饭被一道胜利的曙光唤醒 因为历史性的一刻需要有人来见证 只见比克大魔王的身体被悟空贯穿 因为比克大魔王还没有觉醒血脉 无法让自己的肚子进行再生 打赢了比克大魔王悟空却落泪了 因为自己终于给龟仙人报仇了 反观比克大魔王看着自己的双手 不敢相信自己刚刚恢复年轻 都还没来得及统治世界就被打败了 但是比克大魔王不甘心自己就这样输掉 在最后一刻比克大魔王凝聚所有的精华 为自己留下一个报仇血恨的机会 坦言自己的儿子日后会帮助自己报仇的 说完比克大魔王直接在空中爆炸 导致悟空以极快的速度下坠 要是按照这个形式悟空有可能会摔死 天津饭已经没有力气去接住悟空了 可就在这世悟空的复兴亚齐落贝出现了 就在悟空即将要砸到地面的时候 亚齐落贝竟然为悟空放弃自己的爱车 帅气的一跃而起成功将悟空接住了 两人互相对视之后纷纷露出开心的笑容 随后亚齐落贝也将天津饭带了过来 但是亚齐落贝身上的仙豆都被吃完了 所以打算带着悟空去卡林塔疗伤 于是两人便和天津饭告别后离开了 经历了一番苦战 悟空也累得睡着了 反观亚木查这个胆小鬼比亚齐落贝还胆小 战斗都结束了还偷偷摸摸地不敢靠近战场 导致几人直接和悟空擦肩而过 这也注定了亚木查未来的成就不会高